这一次的美中高峰会 我们客观说应该是一个失败 有人甚至于叫谈崩了 怎么看呢 有一个指标很重要 原来中共体育双方会团四个小时 这四个小时里面包括翻例 打一半的话 那讨论时间有两小时 如果美中双方平均分配时间的话 那么至少每一方讲话的时间有一个小时 结果你知道真正的会团时间多凶吗 两小时 你看嘛 两小时的话要翻例嘛 所以一半讨论时间一个小时 美中在一半嘛 每一方只有一半小时的时间 坦白讲就是等于是说 把我的立场宣布一下 我反对什么 我希望什么 我期待什么 大概讲一讲 底稿大概就结束了 没有真正的实质的深入的讨论问题 应该没有 因为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果 的确是靠外来直接投资 远远不绝的资金涌入中国 当然也带来庞大的订单跟技术 美国工商界期待的 比如说你用查税 缓间谍法 对外资企业来讲构成很大的困扰 你现在对外资的态度到底怎么样 你可不可以再澄清一下 你的诱因表达你是欢迎外资 结果没有 一句话都没有 外资根本感受不到 你在力往困难那种努力 那种投入 然后所以你会看到 投资人没有信心的 中概股抛售 然后黑石集团要准备抛售 苏世民要抛售在中国的一些房地产 园区物流什么的 然后马云准备掉现金了 然后联邦政府一些退休基金 养老基金不再投资中国标的 这个是本来宣布的政策 人家是已经想要对中国 有进一步的行动 然后请你来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让你习近平讲一下 你到底对外资什么态度 你对中国经济什么态度 是不是有拿出一些正确的思维 有效的对策 要来力往狂然 有没有 这个完全没有 所以这一次的旧金商会议 其实是习近平最重大的一次失败 完全浪费掉这一次机会 应该是习近平这个朝代 开始结束的信号 经济上财政上投资上 有种种的这个不利的数据 不利的事件会远远不绝的出来 因为整个大局习近平已经没有办法去挽救了 而且不是只有外资在撤 中国企业自己也在跑 比如说小米 Volvo Oppo 这三个中国自有的手机品牌 都跑去印度跟印尼设厂 他们都在跑 整个中国的经商环境在恶化 然后投资人 包括国内自己投资人 都对中国经济前景 跟金融大环境失去信心 这个问题要习近平来挽救 习近平没有做到